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方面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刚有一同学在底下跟我聊天说 第三单元第四单元整个学校都不讲 直接画书了直接看过去 很可以理解 因为要讲第三第四单元 你对于它的理解必须是深入的 扶皮潦草的在这介绍一下 比如像诗词 像这个古代文学 语文老师要比历史老师要擅长得多 我们在语文课上学了大量的诗词 历史老师还要不要在这颁文弄斧 比如书法绘画 这东西没有一定的了解 那实际上是讲不出什么来的 那到了京剧就更要命了 大多数老师自个都刺不出个音了 后面那第四单元那个科技 一般文科老师都是比较头痛的 我个人也不例外 我也比较头痛 咱们能讲多少讲多少 咱们一起来看 我觉得这部分东西 无论是从中国古典文化的 这种传承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第四单元的 面向西方 面向近代科技的角度来讲 都还是需要引起各位重视 不要因为老师说这东西考试可能不是重点 或者说老师也不是很擅长讲 直接画书过去了 咱们就把它给轻视掉 忽视掉 千万别去 这部分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文学史开始 中国古代的文学啊 坦白的说在中国古典的文化史传承当中 是一条线索最明确的历史 从新旗时期的这种诗经到处词 中国的韵文就已经开始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我相信同学们在语文课中都要学诗经 你们学哪些篇目 嗯 金家要学 还有吗 嗯 蒙 就学这么两篇吗 高中这边可能 初中学不学 我对语文教学很不了解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学了哪些东西 但是我隐约感觉作为中国人不读诗经 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诗经里有很多篇 从他的历史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掌握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孔子删定诗经 孔子在春秋末年的时候 他把流传到当时的从西周初年流传到春秋末期的数百年间的这些诗歌 加以收集和整理 据说弄了305篇是吧 所以诗经有一个另外的别称叫诗三百 那诗三百 大家也知道一首一部很著名的 唐诗的一部作品叫唐诗三百首 为什么选这处 就从这来的 硬贺诗经的十三百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把这个先秦的诗歌 这个诗经要给予他足够的重视 诗经分几部分 三部分 三部分叫 封雅宋 对吧 好 有一个队聊着上来叫 四诗封雅宋 接着接着 四诗封雅宋 您名仨呀 哪来的四诗 有人知道吗 下楼我都给你对好了 叫三光日月星 下楼是三 四诗封雅宋 来说着对不对 同学们得有一点点 最基本的常识 封是一部分 宋是一部分 雅是几部分 什么 大雅和小雅 四诗 解释出来了吗 四诗封雅宋 三光日月星 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么封雅宋当中 按照我们 劳动人民的观点 什么东西是最精华的 是封 诗经三百零五篇 本身就是诗歌中的精华 那么封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个精华中的精华 主要是什么 我们知道 它是各国之国封 对吧 你可以看到 诗经里边 分门别类 列出来各个国家的国封 实际上它就是各国的名歌 雅和宋 更多偏于政治 比较高水平的那种文化享受 宫廷雅乐 像这些东西 但是封是民歌 咱们同学所学的 基本都来自于封 你可以看到 封里面 它更多的反应的是什么部分 劳动人民的生活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 学那个硕鼠 学伐坛 坎坎伐坛系 智之何之干系 河水清且连依 硕鼠硕鼠 无时我数 三岁贯如 莫我肯顾 是将去辱 势必乐土 乐土乐土 原得我所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反映了 劳动人民 底层人民的心声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说的话 封雅宋三部分当中 封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而雅和宋主要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雅和宋 你觉得呢 大雅小雅 听这个名字 宋 主要是为贵族 为统治者服务的 对吧 我们基本上认定 封是精华中的精华 除了有阶级立场之外 还有一点 如果我们想一想 从春秋末年 孔子编定这部书 传到今天多少年了 春秋末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500年了吧 2500年的时间里面 这些东西流传下来 按你对历史的理解 是官方的 为贵族统治者写的东西容易流传 容易得到保护 还是为老百姓写的东西容易得到保护 实际上我们的史书 你看的基本是帝王将相使 对不对 什么时候写过劳动人民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疯的东西 他不但跟贵族 跟统治者的这些宋词一并流传 而且他流传的深度广度 被欢迎的程度更高 对吧 这里面突出一个做文人 写作者你要注意的东西 你的东西想流下去2500年吗 想长久的流传 想不依靠国家或者政府的这种强力推动 来流传下去 一个最重要的生命力的来源是哪 是来源于生活 文学必须来源于生活 要高于生活 如果同学们不能领悟这一点 你坐在书斋里边 自己跟着闭门造车 无病呻吟 写出来的东西 也许让你自娱自乐了一番 但是最后想要流传开去 恐怕难上加难 风不但是诗经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风这个字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象征 这个字我们常说的一个词 比如说 某些人专门出去 他要做的一个事情叫采风 是什么意思 采是什么意思 收集 不是这个三匹那采啊 是采集风 对吧 那你说这个锅是干嘛用的 到民间去干嘛 收集民歌的 敲你们家门 哄孩子的时候唱什么来着 妈后来了 哎 写下来 这就是采风 这个词已经扩展到 诗歌或者诗人这个群体之外 比如说 你要写一篇文章 写一篇报告文学 你得到当地去采风 你想创作一组小说 你得到某些特殊地方去采风 他有一点体验生活的感觉 我们把诗经如果定位在这个位置上去思考 那我觉得值得多读 必须多读 你再让我讲诗歌 讲具体某一篇 我肯定得输给宇文老师 所以我也不在这卖丑 咱们直接进入到 离骚 跟这个风相对的 就是这骚 风骚 这词歌今天 你说某个女生很风骚啊 这这 是吧 总是一大嘴巴就过来了 这一次在古代还真是好词 文人骚客呀 毛泽东有一首词 记得吗 是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一点都不风骚 成绩一代天骄成绩四汗 指食湾公射大鸟 当代谁最风 谁最糟 文书老毛 我给你篡诈了一下 风骚这个词 是文学上的一个好词 这个好词 实际上是说 你有相当高的文学境界 如果到其本源 风者 诗经之风也 骚者 处词之骚也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离骚 离骚也罢 处词也罢 从这个文体上来说 屈原都是创造者吧 我们今天已经把端午节 当作一个国家法定家人来放了 你休假的时候 想没想到屈子 想没想到密罗江畔 去调一调屈子的这个魂灵 那四中有一帮闲人 趁着没事干 端午节的时候就凑在一块 摆上粽子跟着呼唤屈子的魂灵 我说这玩意真是 你换不来吧 有点傻 你换来了 有点好怕怕 这玩意都怎么 怎么都不合适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 我很赞赏 就是他们 在某个特定的时期 他想起了这个人 他愿意花点时间和精力 去跟古人神交 也许他们因此 读一读离骚 读一读屈子的其他的这些篇章 挺好 内常不是一个好事情 好像是施舍的 此中有一诗舍 领头的那是我学上 那有点半疯的感觉 这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做文科生啊 要的时候要疯一点 加病子头来疯 要神神叨叨一点 你要太理性了 太科学了 他体现不出 咱文科生的优越感 那么在离骚或者处词 这种文体 被屈子所创造的 这个过程 被屈子创造 离骚这种 这篇创造 处词这种文体 实际上跟他的人生际遇 跟他的政治上的不得志 息息相关 我们学 语文科可能也会讲文学常识背景 屈子这个人是楚国的贵族 是吧 在楚国 他本身 他曾经做过三吕大夫啊 也就是在清大夫这一级上 再往上就是诸侯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 楚国这个国君家族当中的重要一支 但是在政治斗争当中 非常的不得志 最终的结果是被政治残害 最后流放 那么他看到 秦与楚在交往当中 楚国面对虎狼之秦 没有任何实际的这种防范措施 最终被打得惨败 心忧天下 忧其国 也忧其民 最终 怀抱大时 自陈密罗江而死 从来啊 人们都把屈子当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 也是两千多年了 加以歌颂 吃那粽子是从这来的 据说是怕那鱼要吃屈子的尸体 是吧 这玩意不能深究 咱们意思到了就行 那每年我们吃粽子的时候 希望同学们想一想 屈子的这个人生经历 风骚放在一块 或者说诗经与处词放在一块 我们更多的要从文学的特点 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它们的不同 比如说 像风 它更多的来自于民间的采风 更多来自于劳动人民直接的生活 对生活的这种描述和歌勇 对吧 那么它更多的是写实的 还是浪漫主义 写实的 对不对 敲门进去 你们家正唱什么呢 我哄孩子唱这个 好 记下来写实的 屈子这个呢 上天入地 驾着龙 几条龙驾着我的车 我上到宇宙当中浑庸 它也就成热格了 是吧 它在政治上 在现实生活当中 被压抑的太狠了 有一句老话叫 国家不幸 施加幸 明白什么意思吗 国家混得特别惨 政治黑暗 经济凋敝 民生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 诗人的情绪一上来 写出那诗都特别好 千古流传 国家特别顺利 一派繁荣景下 你写出来的都是歌功颂德的那 你意思不大 你怎么发现 屈子就属于本身很不幸 国家很不幸 黎骚很幸 楚慈很幸 要没有这么热烈的环境 恐怕屈子也很难直接就 就把他给开创出这么一个新的诗派 他是什么主义的 浪漫主义 诗经是写实主义的鼻祖 黎骚或者楚慈是浪漫主义的先生 我们直接引到后边唐诗去 唐朝最伟大的两位诗人 泰山北斗 是李渡是吧 你发现李白杜甫的诗歌 直接是从这来的 李白继承的是谁 浪漫主义 是屈子的执席后人 而杜甫是写实主义 咱们接着再说 直到今天写文章 实际上还是这两大主流 有异于这两大主流的 但是通常提笔下来 不是写实的 就是浪漫的 对吧 好 同学们将来如果要真想做纯文人的话 这条线索 希望同学们还得看一看 汉复 我们 我得坦白 我了解的就不多 我当然就没怎么正经念过 所以在这儿 可说的东西也不多 我只想提一个非常官方的说法 汉复是辞早华丽 规模雄伟 但是语言空洞的一种问题 这个语言空洞的批评 往往集中在汉复 或者魏晋 魏晋不是在汉朝之后吗 魏晋时期的部分文学上 对他们的批评 往往是这种 言辞华丽 辞早堆砌 但是空洞无 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哪怕是一大部分 汉复当中不乏名篇 而且不乏内容充实 言辞同样非常华美的 这样的篇章 对 我想我在这不多讲 但是同学们 底下也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像子虚复 上林复 还有两经复 有人也翻译成二经复 有人说这就是 知道是谁写的吗 有一位科学家叫张恒 张恒同时是汉复大家 人家不仅是李克尔圣 他也是文克尔圣 咱们古人能力都比较大 好 明白就行了 我们来看唐诗 汉唐汉唐嘛 我在这引了一段材料 大家说看看文一多先生说 一般人爱说唐诗 我欲要讲诗唐 诗唐者诗的唐朝也 你仔细一瞧就会发现 文一多先生提笔就是 文学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吧 文学家的这种韵味 你想没想到这样去写东西 诗的唐朝 这个感觉一下就让人把唐朝的文学定位在一种 非常让人亲近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上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诗唐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 我这引了一大段材料 在这我不想稀稀的读它 请同学们联想必修一的一个东西 诗唐时期 政府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 一个制度叫什么 叫科举科举当中唐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科 叫进士科 还有一项吗 进士科是唐代最难考的一科吧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啊 你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要考上进士 你还是最年轻的之一 你三十岁考上明经科你已经老帮菜了 没法要了 明经科都背书 然后把你经书挖出空来填空 谁填空填的好谁就能中 那当然你们比我强了 你们成天练着了 要比作诗 我老人家可能比你强一点 我文学修养未必有你强 但是我的人生阅历在这 有人有给儿子讲诗歌的提到 说如意学作诗功夫在诗外啊 那不是说你光把文学学好了就行 唐朝的进士科最难考 它主要考什么 就考唐诗 当时的不当然不叫唐诗 就考作诗 做出来的诗都是唐诗 所以你会发现 唐代经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这些达官贵人 人人能作诗 人人都是大诗人 而且你要想在唐朝的政坛上有所斩获 你必须是一个够一定水准的诗人 咱们所说的几个比较熟悉的名字 比如说像杜甫 白玉 王维 这些人都是政坛与诗坛 可以说是两个方面都有杰出成就的人 能比较例外的是李白 李白混的不怎么样 李白这辈子最高境界当过唐玄宗的文学侍从之臣 属于特赵 就是他没参加高考 直接做了国家公务员 因为他诗写的实在太好 所以他被唐玄宗特指赵为文学侍从之臣 专门给杨贵妃写范词的 他还不大爱干这活 他为什么不能通过高考进入到国家公务员体系 他爸爸是商人 当年有一个什么政策 重农易伤 必须要让我们讲过吧 重农易伤 他父亲是商人 所以他不能够 他没有高考中考证 他比各位惨多了 那他这是一个意外打击 咱们要按照一般人的感觉 以他的诗歌水平 再以诗歌为主要考试科目的进士科里 他不拿状元都亏是吧 他肯定得重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就不能再多说了 那么有国家的这样鼓励 同学们心里都清楚 虽然你们才高二 但是高考的科目对你们来讲 意义要比那些非高考科目重要的多吧 你们能从初中从高一就开始准备高考科目 至少语文数学外语不是考你三年 那是考考你十二十二年 甚至更久远 从幼儿园中单以上都考 那有可能对不对 那你从很早你就知道高考考什么 我就得学什么 唐超人也一样 唐超人没有明显超过大家的水平 高考考唐诗 我就学唐诗 唐超以至于到了什么状态 人人都能做诗 张口就是诗 我不知道唐超人日常说话是不是都唐诗 我估计不至于 日常说话也是大白话 跟咱们现在也差不多 但是呢 人人能救 你会发现 在目前收集唐诗最全的一套书叫全唐诗 里面收集了两千多位诗人的五万首诗 唐朝到现在也一千来年了 这一千多年 按照常理推断 绝大部分的唐诗应该已经散意掉了 留下来的是少数 留下百分之多少 没翻算 但是如果他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唐诗留下来五万多首 那么他的数字可能是十万甚至几十万首吧 在这样几百年的时间里 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水平和受教育的水平 能留下这么多的诗歌 了不起啊 你别忘了 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人是文盲 文盲你要让他做诗 这边有点太高了是吧 肯定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是人口中的少数 而他们留下这么多 可以说规律无比的一个唐诗宝库 值得我们特别的去看一看 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看唐诗的发展历程 语文课可能会讲初唐 圣唐 中唐 晚唐 对吧 历史课也这么讲 有的时候 关于这四段 唐诗发展史的四段 我们划分的年代未必完全一样 在这我干脆忽略 你大概知道初 圣 中晚 这四期就行了 初唐代表 我们说的不多 王博和陈子昂 有初唐四节是吧 初唐四节的是 王博的诗你们学过什么 童王文那不是诗啊 那是一篇文啊 我一再想一想 语文课当中 学没 因为我当年是学过的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语文教材变成什么样 陈子昂这首学过吗 灯游乐台课 灯游乐台课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有人后背吗 灯游乐台课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游独 创然而替下 你觉得像唐诗吗 这个感觉 他恰恰就是从未进入初唐的一种转换 我们理解的唐诗不是五言的 就是七言的 不是绝句 就是律师 要不然就是古风体 对不对 但是你像他这样信口拈来的这样的几句 凑成的却是初唐时期 那种压抑已久的这种文人的情怀 我们大概从历史角度去看 像王博 陈子昂这些初唐名家 他们写示了一个特点 针对未进时期的一个特点 是言之有物 他有真情实感 有具体的内容 未进时期的大多数作品 是无病呻吟 那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们后世就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其实陈子昂留下来的好像就两三首诗 有名的就一首 要这样成为名家 那倒也不难 圣堂 圣堂的就属于文一多先生那个诗堂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先说说高层 谁是高啊 高是层申对吧 我这列了一首层申的边塞诗 白雪歌颂五判官归金 学过吧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我最初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 写很小的时候 最初看到这首诗的时候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 那种心情非常激动的感觉 我们看看这首诗歌预计划 这首诗里不能睁着眼睛看 你得闭着眼睛去读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脑子里得想想那种 漫山遍野 一片雪崴的感觉 他居然用描写梨花开的这种春景 去写当时的那种雪景 那同学们想一想看 在文学上有一种写作的手法 它实际上是要让你找一种通感 我们知道前面这个诗经那边讲 富比兴是吧 那么他从这个景色当中 引发出来的情感 我写的是冬天 写的是下雪 我却用春的笔法去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冬天什么样 春天什么样 冬天对大家来讲 尤其不像北方人 那南方可能 没什么冬天春天都一样 北方冬天的感觉 是一片肃杀的气氛 严寒 给人的感觉是畏惧 是紧缩 春是什么感觉 萌发的 薄薪的 有希望的 都是白色的 是惨白的 春呢 是嫩绿的 我用春的这种笔法来写冬 你再往上升一个层次 这些边塞诗人在极为苦难的生活环境当中 他心中怎样 孕育着希望 读书们能不能感受到 颠塞诗人的这种壮美 壮家美的感觉 这些东西你需要用心的去读 用心去读 而且颠塞诗人的诗 给人的感觉还有一种 幽远的气质 比如最后这两句 最后四句吧 临台东门送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 闪回路转不见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你自己去体会一下 你在送好朋友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漫山大雪的情况下 你怀着这种希望 怀着这种亮丽的色彩 去送你的朋友 他有一种隐隐的分别的惆怅 一定要回到古时去想 因为现在你说送朋友没什么 掏出手机的打一个 还有视频 那会有这个吗 那会送走了也许就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 那是很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每一次分别都有可能是永别 每一天的生存都有可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 你要本着这种精神去活的话 那种境界 那种感觉或许会不同 今天有的时候在座各位有点浪费生命 每一天活得都很平庸 原来有一个老师提出来 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末日来活 可能会更精彩 他活得比较累 高市的诗歌我没有放在这 我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2001年的时候 我辞职出国留学 我那会儿无业游民啊 也没工作也没公司了 而且为了出国当劲家财 还借了一批油债 走的时候 拿到签证临走之前 我第一波的学生 就1994年的那波 那学生跑来给我送行来了 他们现在都30多了 应该在你们出生之前了 那会儿 94年你们可能刚出生 跑来给我送行 一大帮人 为了喝酒 送行 其实那两个 学习成绩最好的 一个 我当时初中教他们 一个后来高中上了四中 另外一个上了实验中学 那是比较好的学校 四中那孩子后来读的文科 上的北大法学 这一步走一步走下来 都是极好的学生 他举起酒杯来说 老师 我送您一首唐诗 你们猜他送的过什么 送别的诗 你们应该学过 未成朝雨 一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好吧 谁的 这都不知道 乱棍打出来了 王维的呀 王维的呀 回去 诗歌得读啊 我这需要你们给我一点忽悠 讲诗歌没人理我 没劲了就 好 王维的这首诗 是宋别的佳作 扛顶之作 顶级的作品 曾感动 碰碑 一饮而尽 请坐 另外一学生站起来 那一学生是我最欣赏的一小子 上的是实验中学 在文理分科的时候 犹豫不决 我说你学文吧 最后不知道受了什么 歹徒的蛊惑 学理去了 结果高考中没考好 考得西安交大 学核武理去了 核武理学了 学到第二年开始 辅修计算机和媒体 大概是四年拿了俩学位 然后 出来在搜狐干了两年 又跑到美国去读传媒 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 老师 我回来了 我说你干嘛 我在新疆拍电影呢 我前面那孩子在法院里做书记员呢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吧 这个孩子给我送一首什么诗呢 高诗的 别懂大 听懂吗 别懂大 那就是送别诗吧 千里黄云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天下谁人识我呀 我这一普通的一个中学老师 自己决定去国留学 一去两万里 到加拿大的东南角去 最后的结果 居然他能送我这样一首诗 我不想说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看到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未来的发展 跟他们送我诗歌的是一种感觉 我觉得多少可能能看出点什么来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我希望同学们能理解 我比较喜欢比较偏向哪一种生活方式 你们可能能听得出来 听这一首送别师的时候非常感动 好 我们接着来看 那么在山水师这个部分 我们点了两个人物的名字 一个是孟浩然 一个是王维 同学们从小也学他们的东西吧 我在这不想多说 这两位在政治上都不大成功 孟浩然一生高考落榜 那一生就没这么考好过 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他写诗写了很多的民家 民间的这个诗 农家乐的诗 但是有一点 他在政治上还是有所追求的 据说有一次 在一个大官家里边 诗文唱和的时候 皇上来了 皇上微服司法 跑到这正碰着 结果呢 聊着天的时候 他想做一个自我推荐 皇上拿出一首 他写的诗来 其中有一句叫 不财民主器 多病 顾人输啊 听见过了吗 不财啊 这我没什么本事 民主不要我呀 民主器啊 多病 身体不好 顾人越来越疏远我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 特沧桑 特低调 特消极 皇上当时不是很喜欢这首诗 虽然是名句 皇上说 那你不骂皇上说 我眼睛瞎吗 你这么大才子 非得说你自己不才 那一字我说你不才来着 所以我气了你了 后来也没当上官 他自己其实很想走 那个所谓中南洁净 中南洁净就是说 为了要当官 先到中南山去隐居 先把自己的名声吵出来 然后让皇上来请我去当官 这次就叫中南洁净 这个 大家知道中南山吧 中南山在陕西 这个中南捷径 中南山就在长安的边上 在这修仙练道 隐于世外 那感觉就反正就不是很正常 王维这个人呢 仕途很顺 一辈子做官 做挺大的官 而且没有什么人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绩可言 当官当的还行 但是最大的一个人生污点 大家知道安史之乱吧 安史之乱不是叛军把长安给占了吗 他沦陷了 然后也没跑了 被叛军给扣下了 然后就当了叛军的官 那这个人气节上有问题 等到唐朝军队回来 他又给人写 说我呀 这个是吧 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这个身在曹营 心态害 我虽然被敌人给抓住了 当了他们的官 出现了伪职 但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还是您哪 皇上也没计较他 一个文人知道你给他们当官 你也当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了 所以没理他 这人在政治上稍微差点 王维有一个外号叫师佛 他的诗意境幽远 禅机无限 从宗教角度上来说 唐朝是中国佛教形成的时候 而师佛王维在艺术水准上之高 应该说达到了当时的这种 可以说冠决一时的感觉 他实际上的诗歌成就不亚于李白的 他跟李白同时代的人 他的成就不亚于李白 只是李白后世名气太大了 那么王维这个人 他被后代一位著名的 我都不知道称他大什么家合适 他大什么家都行 大政治家 大思想家 大哲学家 大文学家 大诗人 大词人 还是一大烹调家 大美食家 我说到这你们猜的是谁了 苏东坡呀 苏子评价王维 东坡肘子你不知道吧 哪里苏东坡发明的呀 多香啊 是吧 你不爱吃东坡肘子 你长不成我这么苗条的身材 苏东坡评价王维什么呢 叫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啊 你看王维的诗就如同读一幅画 你看王维的画就如同念一首诗 这八个字的感觉 这是顶级文人对顶级文人的评价 你去误去吧 中国文化它不是都能说得出来的 李渡 诗必言李渡 文必称寒柳 唐代的这诗和文的最高境界 诗就是李渡 老李渡啊 李白杜甫 李白我们读的太多了 可能这我不能在这一一的介绍 这你们可能知道比我也不少 我们多少提一点 除了刚才提过李白 政治上几乎无所作为之外 我需要你注意的就是 李白心里边一直想着证据 他一直想着要为国家 做一点政治家应该做的事 只不过他没法高考 这个很郁闷 所以他曾经在获得唐玄宗的这个特照 成为文学侍从之臣的时候 他特别高兴 他认为我机会来了 我走校长推荐的路子 我可以上去了 我不高考我也可以上去了 所以他有一句是写道 仰天大校出门去 我背起是彭侯人 听过这句吗 仰天大校出门去 我怎么能是普通人呢 你看皇帝不用这个高考 皇帝来找我了 让我干嘛呢 一定是金帮济世 稳定国家的政局经济 想着挺美 皇上告诉他 去给漂亮妹妹写赞歌 也可以写嘛 云想衣裳花想容 这东西给杨贵妃写的 成天老写这个 李白很郁闷 李白开始消极代工 开始不上班 该到上班的点 皇上找他写诗了 李白呢 喝高了 喝高了 他怎么老喝啊 没老喝 这个月就喝了一回 那一回就喝了一个月 就没醒过喝着 醒了就喝 喝喝醉了就写 写两米就入睡 睡完没啥起来街上喝 他不得干硬化才怪呢 最后派人去找 在酒室里边找到 正跟那趴着喝娃子 留着跟那睡的 牛啊 心里郁闷的 据说弄出来 让杨贵妃摸摸 高丽氏脱靴的事 这事就离她的政治生命的完结 差不多了是吧 人不能这么作的 你得知道你自己吃几碗干饭 最后 急了 败了 跑了 明显一句诗 叫安能摧违折腰 是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我们后世老说后面那句 你忘了前面还有一句 养天大笑出门去呢 是吧 这境界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提高的 既然政治上无所作为 那就寄情于山水 寄情于想象 有点屈子的味道出来了 后来还特别想参与 特别想掺和 有点奥运的精神 终在掺和 万事之乱了 唐玄宗跑到四川去了 唐宿宗在05继位 天下霸乱 唐玄宗儿子不是一个 这种乱世是比较容易 想点什么的是吧 有一个勇王李林在南方起兵 明曰秦王平定叛乱 实际是要跟他哥哥争夺皇帝 李之位 李白这人政治的素养 大家再强一脚 他确实也不他妈呀 那政治水平 这好我去 终于有人肯用我了 结果还没等他做点什么的 勇王李林被定性为叛乱 被平定了 李白作为主要从犯 发配夜王 这一路上给发配的 穿跪兵界那不是 走在路上快到了 欲舍而还写了一首著名的 早发白帝城 朝思白帝采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你自己用心去体会政治对诗人的这种影响 有的时候是打压 有的时候是清零的这种放松 有味道 读诗你得这么读 李白啊 我对他最近的一次了解是在2004年和05年的时候 看了一个话剧叫李白 你们看不看话剧 看不看舞台剧 文人必须得看舞台剧 包括京剧啊 什么这个话剧这些东西都是舞台剧 你在舞台下看真人在台上演的时候 那种演绎的故事感觉跟看电影是不一样的 看电影是他拍好的片子什么都是定好的 而演员在舞台上虽然他有严格的规范 但是他总是在现场创作艺术给你看 那是人与人的交流 不是人与技术的交流 你看那也不一样的 我看的是普孙心率领这个仁义 本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演过的这个李白 那算是新编历史剧 在他38岁那一年 我看过头一版 当时的普孙心还不懂什么是李白 还嫩38岁还比较嫩 所以他演不出李白晚年的那种沧桑来 我看了以后觉得不错 也就是不错 但是04年05年我连着看两遍 带着学生去看 那个时候普孙心是50岁和51岁 50多岁年过半百 历尽了沧桑 或者说至少对人士有了比12年前更深刻的理解 普孙心演绎的李白 怎一个好字了得呀 04年那场我坐在底下看 仁义那首都剧场 我的专座是七拍13号 我只买那个牌子 因为七拍13号隔着左边一过道 左边就是头等票 七拍13号是紧挨着头等区的二等票 效果差不多 现在我已经去不起了 我那七拍13号现在得卖五六百 我很久不大看了 但是当年还是看得起二百块钱 看得起 就急于说事也得去看 我印象很深就是 那一场李白演到最后一幕 李白将死是吧 大家知道李白怎么死的吗 捞月 猴子捞月了 掉到里边死了 他喝高了 最后坐船出去 喝喝喝 冬下去就过去了 这要这么说就忒没劲了 你得把它诗化的表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学戏剧编导啊 这方面艺术方面的东西 我大概给你讲讲看你能不能理解啊 舞台上极为素 什么都没有 一个大幕 白的 一个追光打过来是一个月光 一个淡黄色的月形 圆月 李白一身素衣 这个胡子撅着 头发散乱着 手里拿着一个酒杯 全身都是高素 都是白的 跟这个舞台的整个背景 极为和谐 在这个月光里面 且行且饮 且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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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好得不得了 最后我在底下 作为观众 我就感觉到 李白已经跟舞台 跟剧场 跟我们的心 融在一块 在我的理解当中 李白就是这样 融进 大自然 回归大自然 迈及了 完了这戏到这就完了 李白的戏就结束 大家就鼓掌 玩意就鼓掌 我不让人起力鼓掌 我也想站起来 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 我站不起来 双腿不能支撑我站起来鼓掌 我那感觉难描难化 我把这个感觉 转述给我的学生 我让他们一定也要去看 有一些学生说 有点您说那意思 大多数学生感觉不到 这八十年也就会发现 就是看一个艺术的时候 不单单演员在创造 观众也在创造 你配不配看这个戏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老觉得 舞台剧 不一定是你人生的最爱 但是你一生应该 至少 都得 时不差 得去看一看 得去亲近亲近舞台 那个艺术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好 对李白 我们最后用 于光中先生的一句话 在《寻李白》这首诗中 他写 九露豪长 七分化作月光 剩下的三分 笑成渐气 嗅口一吐 就是半个圣堂 怎么样 痛快吗 你看看最后这句 嗅口一吐 就是半个圣堂 哎呀 我这人对于现代诗 一般是不带感冒的 我觉得 没法看 因为看古诗看多了嘛 现在是尸马玩意嘛 哎 这首真有感觉 余光中其他的事 我看也不怎么样 哎 还有一个能过得去 就是那乡愁 就是温家宝同志老 成天老用来劝说 打动台湾人民那首 这是我这最后 比乡愁还好得多 你看这感觉 嗅口一吐 嗅口一吐就是半个圣堂 圣堂啊 汉堂之魂魄的最强音 最高峰 这位老兄 喝高楼 一半 另一半是谁 不服啊 李渡李渡 动服比李白的 一个特点就是 他晚生了十二年 晚生这十二年 晚的非常关键 因为这一碗就使得李白 基本上一生都在 开元盛世里头 晚年遇到天保危机 而动服这一碗 就把自个碗的主 一半在开元盛世 后一半在天保危机里头 所以动服写诗都苦兮兮的 你看着想哭你知道吗 这师圣啊 这不容易 这圣人难当啊 你动服年轻的时候诗歌 大家读过吗 人手望月 会当临绝顶 一篮众山小 怎么样 有气魄吧 老子天下第一啊 谁说泰山高 我比泰山高一米七 我蹬在泰山上 就比泰山高一米七 会当临绝顶 一篮众山小啊 独门意气风发 气吞山河的诗句 对不对 中年 你再看他 再遇到安史之乱 他也跟王维一样被扣下了 只不过比王维气节高点 拒绝出任委职 然后往出跑 在长安被扣住的时候 写的是什么 有一首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赶食花见泪 恨别 鸟青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脖头 骚更短 魂欲 不胜 您那一览中山小哪去了 您怎么改魂欲不胜 惨急了 后来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路上看到 叛军抓人 杀人 放火 官军也这德行吧 心中很失路 写了著名的三立三别 咱们学过吗 石浩利学过吗 石浩利写的不是叛军抓人 是官军抓这个壮丁 是官军抓壮丁 对吧 但是又诗人用自己的犀利的笔触来骂这个官军 但毕竟官军是自己这波的呀 官军要是赢了他还是挺高兴的 对不对 暗示之乱最后被平定的时候 他有一首叫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听懂吗 见外呼传收济北 出文替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合在 漫卷诗书 喜欲狂 文人呐 漫卷诗书 你就拿着这卷书在这读的时候 突然听说我们赢了 哇 这感觉 我们赢了 漫卷诗书 喜欲狂 气魄在不在 太爱国了 太有感觉了 杜甫的诗 你得结合历史来读 所以他本人叫诗圣 他的诗叫诗史啊 他的诗歌你罗列下来 就是一部唐诗 就是一部唐朝由盛转摔的历史 他自己这位的当官当的也不怎么顺 当然也还行 比李白强 他起码他还能有一定职务是吧 但晚年穷困潦倒 咱们老说四川有个杜甫草堂是吧 晚年他连草堂他也住不起 最后杜甫是死的一艘船上的 在船上 贫命交加而死 他晚年最惨的一事是看着自己小儿子 因饥饿而生病 在自己眼前活活死去 老来善子本来就惨 看着儿子饿死 自己一大老爷们又没有能力去养家糊口 自己晚年也就贫命交加而死 就这样晚年写了一首著名的毛为秋风锁破歌 其中最惊化在最后吧 怎么怎么说的 自己都混成那德行了 咱都不用再描述了吧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室聚欢颜 风雨不动 安如山 乌乌 何事眼前突现此乌 乌鲁毒破受冻 死一族 圣人 你们敢当吗 圣人就得这样 自个都冻得成那模样了 心里想的还是 大批天下寒室聚欢颜 解决住房难的问题 这政府官员什么时候跟杜甫似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大幅度提高 所以我们欢迎杜工部回来 我们要选他当建设部部长 国务员副总理 专管安居工程 这太有赶脚了 晚唐说白了 中唐的白居易 李渡白 能够跟李渡相提并论 相抗衡的白居易算一位 白居易这辈子当官当得很顺 早年中了进士 常年做比较大的官 而且政治上比较顺心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跟李渡他们那些人相比 他算好的 所以写出了大量的 筷子人口的诗歌 按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来说 白居易最著名的特点就是写诗 用词比较平和 老百姓能看得懂 我举了这么一首 原来可能学过麦探翁是吧 这是他的吧 麦探翁伐心烧炭 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 食指鹤 这感觉 你自己去看 他写的就是一个烧炭的老人 这首我引的是红线毯 也引了一句 红线毯是当时将来宣承 宣承这个太守 他们那有一个特产 是用真思制地毯 制出来极好 据说这地毯铺在地上 拿脚一踩 能磨到你的脚脖子 就那毯刷就下去 没感觉 能把你脚脖子都给你磨了 特好 所以作为供品给皇帝 白居骂他 宣承太守 知不知 一丈谈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 少夺仁一做地一 明白吗 就像破火达那 官大人怎么臭的了 你明白不明白 你为了你自己得高官后路 给皇帝进贡 你夺了多少的人一做地一 你不用我多说 自己去感觉 他心里边想的是谁 对吧 心里边想着谁 谁就会反过来想着他 所以很多歌功颂德的东西 未必能流传得下来 这首诗传下来 白居易的名声传下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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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